北京冬天的早上六点 当很多人还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 王成夫妻俩已经起床 六点半 王成会准时把儿子王汉墨叫醒 王汉墨今年十二岁 从六岁起接触柔道运动 八岁开始系统训练 现在已经是北京童年龄级别运动员中的佼佼者 简单地洗漱之后 王成开车把王汉墨送到了位于丰台区的物之道柔道俱乐部 你今天跑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速度 王汉墨从九岁开始参加日本东京的柔道夏令营 日本的柔道氛围和专业程度让王成大开眼界 随着王汉墨在柔道上逐渐显现出的天赋 王成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暂停王汉墨的文化课学习 放弃小声出 加强日语的学习 明年送他到柔道的发源地日本专业学习柔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اف 003102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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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vas 身 sparkle速度 歌王和墨一起出棱操操的小伙伴 名叫丁玉林 今年13岁 是道馆教练刘江霞的儿子 真的能不心疼吗 因为我既是教练的身份 又是妈妈的身份 两个身份在里边 可能我有时候这个情绪 转化起来也没有那么和谐 有时候其实急了也会揍他 他也能明白 有时候下来再谈心地说 我妈妈怎么样的 他说因为妈妈爱我 所以妈妈对我是这样 回馈给我 让我也觉得 哇 确实是孩子 他也能理解 就是可能处在这个年龄段 他又不可能不犯错误 但是我们作为我们来讲 就怎么去正确地去引导他们 就是怎么去往前面去走 所以说在训练里边 对他的爱一定是严 那你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今天你不可以继续 和王汉默一样 他也是家中独子 明年会和王汉默 一起远赴日本学习柔道 四千米跑完 两个小伙伴继续围着操场 搬推轮胎训练 温度还在零下 两人却以大汗淋漓 出完早餐 小王和小丁利用吃早饭时间 看日本动画片练习日语听力 这个一年里面 他们学习怎么样 提高了吗 陈国老师 最近没有练这个 面试次的这个问题 刚才您那个面试次的问题 我都记着了 我再跟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准备一下 视频另一头 是日本柔道学校的招生老师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要检查两个孩子的日语学习进度 一年也没有提高啊 爷 爷 爷 走 你一点也没有提高 走 等一会儿 他们 助手 王 李 你来人关注啊 没事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到 我… トイレ 嗯… 我腕… 我腕腕腕 嗯… 嗯… 高原学園の 柔道部の先生の名前は 何て言いますか? 名… 呃… 名… 你以後 嗯 你的教練的名字也不知道嗎? 行 這次檢查的情況很不理想 小王和小丁的日語不禁反退 日本老師很生氣 小丁的母親劉教練 顯得十分尴尬 孩子們的日語老師更是臉上五光 還有剛才三位老師問你 你喜歡日本的什麼? 你剛好喜歡刷座座 喜歡洗碗 打掃 哦… 喜歡掃…掃哪 喜歡掃廁所 為什麼喜歡掃廁所呀 哎呦… 我瞎編… 那你編… 你就編… 我喜歡日本的小酷雞 對不對 吃的… 我喜歡 天空晴朗 對不對 這些… 你們是不是都學過呀 我學過 所以我答對了呀 你答的還行 我就最後一個 我好像在叫什麼名字 你怎麼… 你怎麼不知道啊 你學了多段時間 你… 你剛好學生們這個書 你呀真得用心取欸 知道嗎 你不能… 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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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妹道館 是位於北京海淀的另一家業餘柔道俱樂部 館長李淑芳曾是新年奧運會銀牌得主 綽號黑妹 退役後在北體大工作 七年前開辦了黑妹道館 作為奧運亞軍 李淑芳親自上場授課 無論是零基礎的初學者 還是有基礎的隊員 李淑芳都親力親為的手把手指導 加油… 最初呢 成立這個道館呢 就是說 想圓自己一個夢 這個奧運會上呢 咱們我是取得了奧運會的銀牌 沒有突破這個金牌這個冠軍 你所能及的情況下呢 我想把這個自己的一生的記憶 能通過道館這個平台 完之後呢 看還有沒有這個 有這種天賦的孩子 他們就是願意走這個專業呢 我就去教他們 完之後終於讓他們 能躲向這個世界的舞台上 能終於參加這個奧運會 完之後呢 他們就代替我去實現這個奧運夢 晚上的訓練開始了 柔道屬於重競技項目 對身體的爆發力和耐力 要求都很高 前一小時是體能訓練 後一小時是技術訓練 我們下去的時候 你有一個技術了 你就找他的位置 馬上去找他的進步 下面找他的手臂 對不對 是不是 你不能說 下去了 拜天 我做什麼呀 這個小姑娘 叫鄭上義德 上五年級 學習柔道已經三年了 並不打算走專業路線 他的父親信奉 文武之道 一張一遲 打算讓女兒一定堅持 練柔道到高中畢業 對 通過孩子在將近三年多的兄弟來看 的確取得了預期 甚至是超預期的效果 從現在來看 因為樹葉有專攻 恐怕不一定會走專業 因為我相信無論是哪種方式 最後回饋於社會 給社會做貢獻或者自我成長 我希望孩子們通過他體能的磨練 戰術的這種訓練 戰略的思考和柔道精髓的思考 我相信他現在小 未來大的時候 在不同的經歷和思考當中 這種精神 或者說曾經的經歷 一定會對他有很深的 很正面的 很積極的 很有效的 這種指導和幫助 李淑芳重點訓練幾個 即將參加比賽的隊員 十二歲的裴育詠真 就是其中之一 詠真的父親 本來只是想讓他 利用柔道訓練 強身健體 磨練性格 沒想到 竟然練出了名堂 詠真近兩年 陸續在北京市 拿到幾個業餘組冠軍 詠真 任柔道前後 最大的變化就是性格 他以前是不太敢於參與競爭 現在是能夠他敢於參與競爭 並且有些時候他會主動去爭 主動去向前去努力 從以前身體比較弱 現在身體相對同齡的孩子 很小強一些 尤其是肌肉素質 力量素質 腹肌真是我覺得 情令我驚訝的 就是這麼大 這麼大孩子很少有 很少有這樣的 那個體脂體脂率 體脂率這麼低 很少 這個一個可能 就是先天可能有 那麼一點點因素 可能天生的 但是更多的我覺得 可能還是這種大強度的 這種訓練 帶來的這個 就是益處吧 和其他在小生初階段 放棄柔道訓練的家長不同 詠真的父親 反而希望 李淑芳為兒子 額外增加訓練時間 他想提前為詠真 選擇一條 更加適合他發展的道路 這個聯絡機 但是我還沒喊呢 你做完了 他腳到那兒就做了 是吧 哇塞 那真漂亮 好像是上了一個跨度 整個上了一台肌的感覺 你跟這個五十公斤的 打得不吃虧感覺 是吧 感覺能趕出來不吃虧 學習和柔道相比 詠真無疑在柔道上的天賦更高 相對學習 他也對體育更加感興趣 回到家中 詠真馬不停蹄開始寫作業 即將到來的小生初考試 但是 無形之中 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我要想 我跟有人說了 以後少去點道館 然後學習得中上來 他也不能忽高忽低的 差距太大了 這怎麼都出現斷層了現在 你現在你是怎麼想的 那你看 乾這個以後 有幾個世界冠軍啊 這也不可能個個都是 畢竟是少數嘛 咱們也沒說就一定說是奔著世界冠軍去呀 你也可以奔那個體育大學去 那他現在剛小學呀 現在你上初中都是個問題 你以後怎麼辦啊 你得先考啊 你的孩子如果他是數理化比較強 這孩子真的是比較強 那就奔著科學家去吧 對不對呀 那咱們的孩子可能在這個體育方面的愛好 興趣更強 是不是應該在這條路上多走一走 多花一花精力呀 反正你考慮一下 嗯 行 行吧 你說的話我已經賣了 現在我跟你賣 反正溝通這事兒 你現在怎麼想啊 你也有一票 你在這也有這一票 我說一個是你的想法 你可能說 你不用擔心說 爸爸著急了 說媽媽著急了 說你害怕了不用 你不需要 首先一個就是 你的愛好是偏向哪 咱們是念書 OK 也行 說你是喜歡這個 繼續深造 或者繼續修煉這個柔道 也行 就是說現在咱就說你平心而論 你心裡怎麼想呢 就說一下 你是怎麼想的 比較偏向柔道 你想好了 嗯 不是你想 媽媽媽跟你說那一周去兩次 現在 跟爸爸商量商量 然後看看吧 好吧 咱們先看看 你呢 有這個人生規劃 你同時也就 有一個事兒 就是你有這個義務 有這個責任 你同時就有義務 你做好了 你要吃苦 要受傷 這準備你都已經想好了 你想幹什麼 你長大了 做個體育老師 你看 你說你就堅持說做個體育老師 就說 這是有原因嗎 你做個體育老師 為什麼呀 這先是感覺體育老師熟力高 然後休假比較多 然後還是 不是不會很累 待課的話 我覺得體育老師好在哪兒 你知道嗎 就是 你能再多培養幾個你這樣的人 明白意思嗎 我就希望有一天 你能再 在你的這個學生當中 再有幾個你能替國家爭光 王漢默和丁玉琳的父母 看中了日本一所有柔道特色的中學 正在討論實際的報名事項 這所學校的柔道專業 日常訓練量非常大 甚至超過國內的專業隊 在中國的話 真正可能就是懂柔道的 可能真的並不是很多 不像日本這麼普及 在日本就是柔道這個項目吧 就是非常非常普及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 包括歲數大的人 都一直在從事這項運動 我們經常在那個他們的 道場能看到有那個七十多歲的 老人還在摔 陪孩子們摔自己也在摔 身體都非常非常棒 孩子們就是去一次日本 這個提高回來是特別明顯的 就是來孩子一回國以後 那這些孩子就是 你能看到他們的變化 就是從禮儀上 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其次是從他們在這個柔道墊子上的 包括幫助的小朋友也好 然後還有自己的這個技術 就是銜接 這些都體現得特別特別明顯 所以說這個精神也在裡邊 所以說我們希望那假如說孩子是真的 也想去往這個路上去走 一定是選擇回去日本 在日本的柔道 非常重視禮儀 對老師和學生都有一套非常嚴格的禮儀規範 丁玉琳作為老隊員 正在教新入隊的小學員 基本的柔道常識和禮儀 新來的小學員最小的只有五歲 他們最先學習的不是技術 而是柔道禮儀和怎樣獨立的照顧自己 訓練方式也十分靈活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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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效 可能會就是 就招生可能越來越 越來越少 聲援越來越少 中國的家長首先 都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那麼多的苦 再加上這個現在這個體效這一塊吧 可能練得可能比較狠 每個教練怎麼能夠體現自己的價值 可能就是一代的學生拿了多少金牌啊 拿了多少的冠軍啊 可能這種可能又會掛鉤 俱樂部就是反而會就是讓孩子們可能更輕鬆點 只是希望他們來練了以後能夠強身健體 在俱樂部上可能來講這個就是沒有那麼多要求 所以他可能反而會學的學的人可能還更多 就是大家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的想法 只是一個單純的就是想鍛鍊身體 一 二 四 五 五 明天道館裡有很多隊員 將參加北京柔道公開賽 大家都在為此緊張地訓練著 五 三 三 五 一 四 五 六 五 所有的人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 想拿冠军吧 想 所有的小朋友明天就看你们 一定给自己加油 好 明天预祝咱们物质道的小朋友 取得优异的成绩 好 立 跪坐 立 北京柔道公开赛中 王汉默 英玉玲和裴玉永真 都将参加不同级别的比赛 与从事柔道的专业运动员 越来越少不同 民间柔道发展迅猛 这项比赛去年只有不到400人参加 今年报名人数达到了500人 还吸引了屈体校的队伍来比赛练兵 在10 11是吧 加油 大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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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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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